哈囉大家好我是大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 還有鈴鐺 記得按鈴鐺 還有DISCO 好今天天氣節又成在臉 在微信官方公告阿邱這個人物 阿邱 大家還記得嗎 他是在莫子到那個活動劇情裡面 出現比較常出現的一個角色 他經過改版 也不是改版 就是從新整容之後 整容之後呢 重新回歸 可以抽哈了 阿秋的屬性是雷 於是 他的天賦呢 莫舉神機 處於自身直線位置的目標造成傷害和暴擊提高8到15% 那你絕衣學對目標可以造成暴擊 那是加電流狀態 所以兩個回合 那被暴擊目標處於自身直線的話 絕衣學釋放之後是目標 被傳送至其身後兩格空格的位置 哇 就是直接把人家瞬移到你自己後面 然後再揍他這樣子 但打PVP應該是蠻有用的 好 這揍雷穿鋒 那這招是攻擊當個敵人 造成1.8 哇 這傷害這麼高 1.8被傷害 而且應該 喔 這個要奇迪技 我想說這怎麼1.8 是普通技能 那目標處於自身直線位置 且雙方中間存在其他友方角色呢 那這物理窗 喔 也就是說中間佔人的話 你誤穿還提高20% 那你集中目標的話 這個絕衣學釋時間減2 哇 這個太 太OP了吧 還差20%誤穿 好的 再來一個三重 三重的這一招是 攻擊當個敵人造成1.4倍的傷害 那暴擊率提高20% 可以延續使用3次 延續使用3次 3次 喔 OK OK 看懂了 3次使用後 絕學替換成 這什麼 復運田珠 OK 復運田珠 主動使用驅散 升上2個有害狀態 恢復自身50%的氣血 並補充3年的那一招 的使用次數 OK 那這個使用完之後 就直接變成那個三重 三重黏弩這一招 好 再來是上銅造術 好 這個被動技齁 好 這個被動技跟阿良的區別就很大 阿良是要用主動 主動才能召喚蜘蛛 但是阿丘呢 是被動就可以召喚這個獨角仙 那獨角仙呢 是上銅開始可以召喚 那他的物防法防屬性繼承 召喚成最大的氣血 氣血的120% 那其餘屬性繼承 召喚者對應的70% 那你主動使用的時候呢 可以獲得精準的狀態 可以再移動 那精準是物理 髮刷加20% 其實以雨勢來說 阿拉丘的技能是蠻多功能的 相較 跟方魚有的比嗎 因為方魚不一樣 因為方魚是 擊殺之後可以在行動 但是阿拉丘是 那個七力技攻擊 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又可以把人家傳到自身後面 是有點偏 我覺得偏PP 還是蠻多的 當然你說PVE 可不可以用 當然也是可以用 OK 那上銅造術 他的被動可以召喚一個獨角仙 我覺得這個也蠻不錯 阿兩次要主動才能召喚 然後被動雷慘 雷慘 暴擊率提高18% 主動攻擊造成暴擊後 可以獲得磁環 噢造成暴擊後 可以施加磁環 還蠻不錯的 絕血 劍魄 金虹 對方圓內造成0.5倍的傷害 這個直線 那對飛行角勢 偶爾要造成20% 那使目標一個隨機屬性降低 好 天賦 欸他天賦怎麼擺後面 不是一開始都前面放天賦嗎 欸等一下他怎麼兩個天賦啊 欸 噢對不起 這是阿丘獨角線的天賦 好這個是 技巧假線 移動1加1 自稱免傷提高20% 死亡的時候 在3格內的空格 隨機散動3個零件 那直接3個回合 零件 減到之後會消失 那 技巧 獨角 是有幫阿丘行動結束時 失去的話 或者續電狀 噢哇 這個東西就是幫阿丘獲得 或者BUFF的東西 然後 器械的話 阿丘行動結束後 失去的話 觸控決權能力 直接減1 本位合而論位使用七滴技 則獲得三騎 哇 哇 那你只要算好的話 你的那個七滴技 的招式 是不是可以 等一下他吸力多少 吸力多少 有講嗎 是3嗎 還沒有特別講 算3好了 冷卻時間 假設你用七滴技擊殺敵人 是-2 然後你剛好你的那個 甲蟲 這是甲蟲嗎 你的甲蟲掉落零件 然後 你再拾取 那你可以 行動結束 呃 主動決決 冷卻時間-1 然後 不過你那個回合 不能使用七滴技 你才可以獲得三騎力 也就是你用完之後 下一個回合 減到或恢復三個騎力 那 尖殼是 阿秋 減到之後 揮風自身器寫50% 或者甲蟲的buff 甲蟲是 免傷 提高50% 哇 很高欸 然後招出一次攻擊之後 才會被消耗 嗯 這這這 也就是說 你要被打才會有 他不會自己消耗掉 看文字上面是這個意思 然後絕學 蟹角守衛 在從甲 勞殼中選一個 OK 中甲 護衛跟無曉 喔 這個還可以護衛喔 代替兩個 有方造成物理攻擊 哇 這這個還蠻好用的欸 然後 勞殼是 自身獲得 固守命運 固守物理免傷80% 移動-2 連擊敵方造成的 擊退跟拉船 這個還不錯 擊退跟拉船這個效果 掩護被動 阿秋在一個方法內 阿秋普通攻擊可以 可發動連擊 0.3 哇 阿秋被方向限範圍絕學攻擊時 那 處於阿秋身前 相連一個的位置 阿秋遭受的傷害降低50% 而且他還有陣法 欸 那還蠻不錯欸 重點是這個甲蟲 給阿秋很多性能 很多buff 燒光雷鳴陣 還是濁光 濁光 濁光雷鳴陣 上陣炎跟光 然後 後面重點是 傷害絕學的時候呢 對處於自身 直線位置的目標 暴擊提高8% 通常都會在直線位置阿 通常 通常 也不一定也可能是血的 然後 暴擊跟傷害提高8% 欸 這個正法還蠻不錯的 炎跟光也蠻好的 哇塞 我好像打PVP 阿秋加上甲蟲 實際是蠻難纏的 的對手欸 感覺就是 這個角色真的是可以抽 畢竟這個是原創角 呃 天競節手錄裡面 才有一個才有的角色 也就是說他如果做不搶 沒有人要抽 好像也沒有EE對不對 這做搶好像也蠻合理的 好啦 以上就是阿秋人物技能的介紹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 跟鈴鐺 就是IGFB TwitchBB還有Disco 那有什麼想法 歡迎到底下留言 我們知道我們一起討論吧 那謝謝大家 親切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